嗨大家好我是蔡明睿 今天非常開心在天氣非常晴朗的狀況下 跟大家聊聊 今天這一集是我跟Music雜誌合作的第五集 在前幾集裡面我們訪問了重要的音樂學者 還有傑出的音樂家 那這一集第五集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將帶大家到我的工作室 我們一起聊聊我的音樂人生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請大家不要忘記 分享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喔 好那我們現在一起下去 Let's go 我本身是從東武大學音樂系畢業之後呢 我就到了德國安保音樂院讀書 那在德國的時間 留學時間大概有 將近五年的時間左右 這麼說好了 我覺得那個五年是我生命中的黃金時期 因為在那裡我吸收到太多的養分 碰到太多很棒 然後又讓我可以反省自己的人 譬如說我的老師 Maria Micta先生 然後還有一些我的同學 現在幾乎都是國際上一集的演奏家 那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 除了是一些專業上面 對自己的自我要求之外呢 我覺得他們的 怎麼練琴這件事情 然後怎麼樣對待音樂的一個 近似瘋狂的一種自我要求的態度 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我就發現 為什麼每天早上到學校的時候 我都沒有勤房 因為我大概是八點到學校 原來大家七點已經在門口排隊 那時候我們學校大門還深鎖 就看到漢堡音樂院外面 拍了一條像在買電影票的長廊 其實都是為了搶勤房的鑰匙 那七點半呢大門一開 大家就趕快進去一個門房的 阿姨 叔叔們 問哪一間琴房有沒有空 就依序的把學校 將近有三四十間的琴房 先把它搶下來 三四十間是指老師上課的琴房 因為都是好的 那接下來沒有搶到的人 就會去地下室 漢堡音樂院學生的練習琴房 是在地下室的 那那個時候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說原來我八點起床還不夠 我要七點就到學校排隊 然後呢大家幾點離開呢 你們可以猜得到嗎 我們學校是十一點關門 所以呢在那五年裡面 我相信我就經歷了 每天早上要六點半起床 七點到學校排隊 然後晚上可能十一點鐘 練完琴回家 然後有的時候練完琴 或者是在國外比較多 很多常有很棒的音樂會 譬如就像我們在漢堡就有漢堡的 NDR就是北德廣播交響樂團 還有柏林哀樂這當然不用講 就是在德國的一級樂團呢 都常會到北德一個 當時很漂亮的哀樂廳來演出 那因為學生嘛 在德國的話學生是有非常多的優惠的 包括音樂會的票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措施 可能只要花七塊九歐元 到現在換算過來 真的完全想像不到可能三百塊以內 兩百五 你就可以聽得到柏林哀樂 所以當然要去聽啊 開什麼玩笑 這事情沒有練好也是要去聽 那五年在德國的生活 我幾乎是無時無刻都在音樂裡面 其實在音樂裡面的面貌非常的多 包括我們去聽完音樂會 同學大家非常有feu 然後大家就進去酒館 在酒館裡面的音樂 有的時候有很多是當地人 他們可能算是像我們現在所講的 街頭藝人也好 他們的音樂也是非常的有味道 然後在小酒館裡面 跟同學喝一點點的小酒 聊聊我們剛才聽樂會裡面 你喜歡什麼 我不喜歡什麼 然後互相甚至有點 是一種很良性的交流 我真的覺得好享受那個時候的感覺 那有的時候練琴練累呢 大家會去Jazz Bar跳舞 那當時的可能比較避暑 就只是稍微抖動一下身體 跟著那個節奏在move而已 但是那種氛圍就是很chill很輕鬆 生活其實很多面向都可以置入這些音樂 在德國很方便的就是地鐵 坐到最後一站的時候 就幾乎都已經是所謂的國家公園 那應該是說國家保育地 那我們很常在周日的時候 同學們留學的台灣同學們 或者是跟老外同學們 我們就會一起去搭捷運到最後一站 然後我們就去走路 走到森林之後你其實會覺得 哇我平常彈的這些舒伯特的音樂 彈的這些貝多芬的sonata 一些慢版的樂章 你就會覺得那時在耳邊就會自然響起 我想這就是接近大自然的時候 音樂家耳朵就會慢慢飄起的一些旋律 現在有很多學生問我說 老師我要不要出國留學啊 我可能回來不一定會找到好的工作 我說這其實是兩回事情 有的時候找工作這件事情 是看第一看你的能力有多好 第二看你的際遇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要到國外留學的時候 尤其是到歐洲學習音樂的時候 我是舉雙手贊成 我們在德國常常會碰到 去一個城市有可能我這一次去拜訪的是貝多芬的家 然後我看的是接下來我去舒曼的墓園 我覺得那些書本上的東西 還有印象裡面的這些音樂家的故事就發生在你的眼前 那我們去接受的是他們當地的那些音樂的傳統 那甚至我覺得環境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在一個學校裡面 同才的一種彼此良性競爭的一個壓力跟一個國際觀 這是台灣目前還不夠的 因為德國是免學費 所以其實你只要你只要夠厲害 所以德國相對是開放 所有的人都到德國來考試 這樣在一起競爭之下 我覺得那個競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 我們一個入學的考試可能光鋼琴一個樂器就要考三天 到學校一起練琴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同學來自各種不同的國家 然後練琴完了之後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聽聽小八卦 聽聽看他們在他們國家練琴的時候是怎麼樣 學音樂是什麼狀態 然後他們對碰到音樂有挫折的時候 他沒有怎麼去解決 這些所有的事情對我來講都是一個非常棒的體會 我的學校是在一個湖邊 他非常的沉靜 秋天在練琴的時候 我一出校門走回家的路上就是遍地黃色的落葉 然後那種踩在落葉上面 哇那種踩碎樹葉的沙沙聲 然後整片的街道都是黃色的樹葉是真的很美 然後從窗戶看出去 冬天的時候是一片雪矮矮的白色的雪景 然後再加上湖面一種很冷烈的一種感覺 當我們練到舒伯特的一些吉星曲的時候 他的一些段落非常像湖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感覺就有油然而生 你就會覺得我的鐘聲部不可以彈得太大聲 因為湖面是很寧靜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時候你就會去對稱到畫面跟音樂 有一致的一個感覺 音樂的本質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的內心 雖然人家說音樂是國際共同的語言 可是其實像我們七月來說 因為它沒有歌詞 所以你在演奏或演繹一段音樂的時候 如果你心中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主旨的時候 你不知道作曲家在講什麼 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講什麼的時候 觀眾也會很少去接受到 所以我覺得到歐洲學習其實 讓我培養了一種很習慣自處 然後在一個很安靜的狀態下面 想一想我音樂裡面要說什麼話 那這是一個對演奏家來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幹嘛的時候 傳遞出去給觀眾的時候 訊息才會非常的清楚 5 4 3 2 走 嗨 嗨 百萬千零王子 好久不見啦 再次 再次 你這裡 我再一次 好 我這邊 我看你穿著一身 我想說你是平常有在運動的 我有啦 就是 大概就一年一次啊 在前幾集訪問了這麼多重要的音樂家跟演奏家 我印象非常深刻耶 在第一集的陳漢敬老師音樂學家 看到老師家藏出這麼豐富的書房 然後我們也了解到老師他自己閱讀的一個習慣 時事求是是當然是他的特色 要求嚴謹更是他的風格 所以這是一個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長輩 那接下來訪問到我自己的好同學 林仁彬老師 她的全身上就瀰漫了一種法式的一個優雅 我還記得當時我去巴黎找她的時候 我真的是羨慕她住在一個這麼棒的一個城市裡面 也是希望大家有機會多進去音樂廳 聽她 她說的這些音樂的歷史 那接下來我們又訪問到了林林慧教授 那林老師是國內可以說是女高音當紅的diva 在林老師這麼熱情的一個個性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她除了熱情之外 她對教學的一種嚴謹 她一定要讓學生知道她想要表達的那個點 會推動到學生到達那個要求 她才會肯罷休 因為她本身她就是一個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那雖然她的個性活潑開朗 就像義大利人一樣 或是我們留學的地方都會漸漸影響到我們的個性 陳醫生老師她對自我的嚴格要求也是讓我開了眼界 從早上就會很早起然後安排自己的項目之後呢 她就從近中午開始不停的在練習保持自己最佳的狀態 然後她對音樂跟音樂會裡面所有細節的要求 都是每一部都希望完美到位 我自己看在眼裡面 我自己覺得哇感觸很多 就是其實做一個優秀的音樂家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音樂呢跟藝術一樣需要常去接觸 那藝術其實在生活裡面隨處都是 像我自己就很喜歡逛家具店 那樣我自己的家具的燈飾啊 或者是一些擺飾啊 我都很喜歡常常去摸摸常常去看看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我自己覺得 對美的一些培養除了音樂以外 如果你可以走向山林 山裡面的一花一木 都可以讓你有一些感觸的時候 我想那個時候你的感官已經被打開了 那如果拉回到生活上的時候 多去想想身邊是不是有類似一些美的東西 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就幹嘛 我就開始整理我的書桌 讓我自己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變得比較乾淨 東西然後比較少 那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美 我喜歡一種美是比較一種空曠的美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下 那我建議大家有機會就多多的 除了走向山林之外呢 多對生活周遭的一些 你自己覺得很漂亮的事物的時候 去想想為什麼它還能夠引起你的共鳴 那當然也歡迎大家多走進音樂廳 在這邊呢 要跟大家推薦一個我最近 蠻喜歡讀的一本刊物 就是郭強生所寫的《尋情者》 那當然這本書也是一個好朋友推薦給我的 這本書呢是講一個調音詩 找到了一部鋼琴 那因為這個女主人已經不在了 然後她回去調這個鋼琴的時候呢 跟這個鋼琴所在的這個家庭呢 她自己觀察到的一些些微的事物 然後還有甚至跟接下來的男主人的有一些對話 我覺得很有趣 我不要劇透太多 希望大家有機會去翻翻這本書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喜歡探討 比較細緻的一些情感面的朋友們 應該會非常喜歡這本書 非常開心 在第五集的時候 回到我的工作室跟大家聊聊 我對音樂然後對藝術 然後對生活上的一些美的感受 那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再跟大家見面 謝謝大家